先射暈再說我誰不管 哈囉各位兄弟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方舟生存進化 我是老頭歐德美 歡迎回來歡迎回來 今天呢 有看到我們這個後面這一隻 龐瀾巨龜了沒有 這是老頭剛剛在這個 方舟工作房裡面找到了這一隻 算是 獨立創作出來的吧 而且老頭發掘了這一隻獨立創作的完整性真的很高 通常要建模啊 就是像這種方舟生存進化這種模組啊 要建模其實是很花時間的 你還要看入他的動作以及他的這個外形 其實是真的蠻辛苦的 他能夠完成度這麼高其實真的還蠻厲害的啊 然後呢他這個鞍呢要從工作台裡面學 然後學了之後他可以直接放上去做 然後做了之後呢他有四人做可以做啊 所以說這個算是蠻不錯的 而且 官方上面有標標示說呢 他算是一個防禦性質的 海中生物 因為他龜殼嘛很硬啊 所以說其實他四人做帶身上的話 基本上應該可以抵擋 海中的鋸齒殺吧 很可惜他沒有說龜的那個系統 不然的話應該是蠻有趣的 會不會是作者預算不夠沒辦法做出來 我也不知道啊 那大家怎麼馴服他呢 老頭稍微測試了一下 他需要吃的東西非常的奇怪 他是用被動餵食的方式 我們來給各位示範一下 他是需要吃生物毒素 生物毒素的話要去殺 那個水母 還有什麼忘記了我只記得水母會給啊 我只記得水母會給 然後其他的我忘記怎麼獲得 反正如果你們要抓 你們可以用這個生 什麼生命毒素去餵他 他們只吃生命毒素 然後像這邊就野生的海龜 我們就餵他一下 我就快要馴服了 有沒有 因為老頭的調倍率啊 老頭的方舟倍率一直以來都是10倍 說 呃 沒有 老頭方舟馴服倍率是20倍 所以說還蠻快的 如果你們想要慢慢馴服 我是無所謂啦 你們時間比較多的話 那就是用這種方式馴服 那他們好像就是不會主動攻擊任何的 任何生物 血應該也蠻多的我看一下 等級7血就有2400 嚴格來講就是在這個水中裡面的碳龜啦 移動性更強 我覺得他應該比碳龜還硬喔我覺得 而且他做這個真的跟官方的有一種就是 不說還以為是官方出的生物 你們有沒有這種覺得 因為他整體來講真的做得不錯啊 你看那個紋路 然後配色 或者是光影折射反光之類的我覺得都很棒 而且他顏色不只一種啊像我這一隻 喔我快要死了快死了 夭壽喔 喔我們又馴服一隻了 把他帶上岸好了 像我像我用指令召喚的這一隻啊 喔他就紫色的 阿你到底要不要上來 哇塞 你在幹什麼啊 華爾茲是不是 都上來喔 喔是紫色的貝殼 然後呢這一隻呢 也是紫色的貝殼 我以為他顏色很多種耶 好吧反正就是這個樣子 然後呢我把他拉過來一下好了 他他在他在 他在陸地上走路就真的跟海龜一樣 我這隻嘴巴是綠色的喔 可以近看其實還蠻可愛的 可是他真的還蠻大隻的 好他可以一口就把我給吃掉了 超誇張的有沒有 一口咬 然後你就掛了這樣子 來我們來把我們的阿龜拉過來 好 我們來出航囉 衝啊 好這叫在水中呢 移動性蠻強的 然後防又高血又多 基本上呢一堆巨石殺來攻擊 不會那麼快就把他給咬死了 他的耐性很強 這耐性真的很強 好我感覺快沒有氧氣了 來 我先來帶一下氧氣罐 我記得我有弄出來 這裡 好好多了 好看巨石殺 來這邊咬我們好像幾十滴我沒記錯的話 這防真的很高 你到底要不要攻擊阿 你是不是對我們沒有任何的興趣阿 你看18滴33滴 你海中生物你不用去帶什麼巨石殺了啦 什麼什麼蒼蠅也都不用啦 就這一隻就可以了啦 好啊那巨石殺 嫩 為什麼巨石殺都不鳥我阿 是不是因為 會怕這樣子 超級不鳥的耶 到底發生什麼事了 他們都沒有想要攻擊我的意思嗎 來給你咬 咬15滴 哇塞 太弱了太弱了 請你再強一點 好那邊有一隻普莉亞的水龍 來挑戰一下好了 好看看這炭龜在上面 普莉亞的水龍 嫩 呃 喔好卡喔 太慢啦在陸地上就跟 龜兒子一樣阿 雖然我本來就是龜阿 阿在陸地上變龜兒子了 好吧我們回去吧 稍微介紹給你們看一下這個海龜阿 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你們可以去工作房抓 把他下載下來 其實很好找啦 他現在正在這個 他現在是 算是熱門吧 在熱門榜上面阿 我們有興趣可以抓阿 真的蠻推薦的 如果你們就是有些夥伴阿 你可以把他們邀進來 讓他們坐在這個上面 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好的 我們走吧 我們上次好像是在 空島那邊遇到但是沒有抓到嗎 我們再試一次好了 這次 這次我們就直接用 被動餵食的方式 上次我們是直接把他打暈嘛 這次我們要改方式抓了 好廢話不多說 我們走吧 好啦我記得我們上一集是在這個地方找到他的吧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還在繼續睡阿 還是已經被咬死了我不清楚阿 反正我們就在找看看吧 喔 這邊依舊是在世界大戰阿 依舊是在世界大戰阿 你看這個又在立蛋了又在立蛋了 OMG 找看看找看看 那隻想抓抓不到阿 可要在那邊CASH好不好 繼續找希望下面會有 不要再互咬了不要再互咬了 我們往這邊飛看看好了 S.M.O.K 這是什麼龍阿 第一次看到耶 要不要抓阿 S.M.O.K 新龍 我們上次抓 我們上次抓的那個 是D開頭的嘛 這是S開頭的耶 喔這個 這個可以來嘗試一下喔 這附近應該沒有其他生物吧 我們先來觀察一下那隻能不能抓 阿消失不見了是怎樣 沒了 看到看到 有點遠 不是這隻阿 哇不見了 說不見就不見耶 任性喔 轉個望看一下好了 在哪裡阿 我看到我看到在那裡 喔 別 為什麼這邊會有 捷掠子啊 哇 看到我了 來呀 來呀 哦 哇 中毒 哇 毒龍阿 我看不見阿 媽媽咪阿 媽媽咪阿 嘿呀 我覺得最麻煩的是 我們長管部槍 裝填的速度真的是有夠慢的 必須要等這王八弾裝填完畢 它就要幫它來槍 先射暈再說喔 誰不管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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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捏! 喔 終於 哇 入手了 哇這個 這個骨骼看起來好酷喔 你說是不是啊 你怎麼那麼酷啊 因為他可以抓欸 因為他是弓的 雄性的 好帥喔 這個應該就是吃大腿熟肉吧 先入手再說好了 大腿熟肉這邊很多 這個會噴毒欸 這一隻 來 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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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蓋起來了 蓋起來了 耶~~ 好 我們十九收集旁邊玩殺 來 過來 來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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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負中了 我身上 我身上東西太多啦 有沒有東西可以丟啊 這丟一丟好了 說真的 我這東西真的很多 還有什麼 這是神器嘛 對不對 OK 哇 右鍵 右鍵是怒吼可以讓他們不能飛行是不是 欸 我的火 是有傷害是不是 我的火好像有傷害欸 C劍 恩 奇怪 不太對阿 不太對阿 噴毒是哪一個阿 為什麼突然就噴毒了 我根本什麼都沒按阿 我再試一下齁 AKS劍 沒反應 AKS劍有啦 只是他兔毒比較慢而已阿 然後右鍵會有一個輕微的吼傷 感覺他那個吼會震爆你身體的內臟這樣子 這次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沒什麼多餘的功能了 岩死怪 你以為只有你會吼嗎 看我的毒液 你為什麼不噴毒液呢 有了噴了 毒液噴的比較慢 他的前置作業很長 可能要旋轉半圈 然後再倒轉360度 然後再90度旋轉 然後之後再折腰 才有辦法把毒吐出來 喔 那動作 前置動作超慢的 KS按下去大概要過個5秒吧 有沒有 過個5秒 他才會吐 唉唷 這個像什麼你知道嗎 這個像是你那喝醉喝太多 你知道嗎 酒喝喝大概喝個兩手有沒有 然後呢跟大家說 我沒醉 然後就 就吐出來了這樣子 很酷很酷 幫你帶回家 新龍新龍 新的龍 我們家司教授被咬了 沒關係 幹什麼 嘿嘿嘿 馬上支離破碎 不過這隻不是我們要的那一隻阿 我們要的那一隻 目前還沒遇到 那一隻被動馴服的那一隻 到底在哪裡阿 到底裡的為 是不是你 好像是喔 完蛋了 好像是這一隻喔 這一隻被動馴服大腿肉嘛 我試試看 不要咬我 拜託 求你了 跑超快的 跑超快的 我都這樣子衝進去阿 OMG 我被追了 我被追了 他就這樣子衝進去 完全沒有思考耶 互打互打 握一下握一下 恩 不是這一隻 難道不是這一隻 我記得是這一隻沒有錯阿 我靠被打飛了 還是我記錯阿 還是我記錯阿 完蛋了我們這一隻 要死阿 我把他射暈 我把他射暈 我們不要讓他受到傷害阿 對對對對對 把他射暈太好了 阿 上面那隻會飛的 王八蛋 沒射到 結果把他射暈了 靠北 阿 阿 不要再打阿 奇怪 還是我搞錯 搞錯方式阿 這個不是吃這個的 阿 我懂了 他這邊講說放入物品欄 放入食物欄 欸等一下不對阿 這次到底我沒抓過阿 好尷尬阿 好啦我隨便丟啦 看你吃什麼啦 還就是說你吃石頭阿 給你吃魚 好 我都丟一遍 有就有沒有就算了 我靠 這傢伙居然吃果實 抓到了 等一下 哈哈哈哈 欸你要死了你知道嗎 上次我沒有辦法抓到他 原因是因為我給錯 所以說沒辦法抓 會誤以為他是要被動餵食 是不是這樣子 怎麼那麼吵阿 別插了 唉 對啦這隻新的啦 用死他用死他 原來是吃果實阿 揭曉了揭曉了 欸他還會採果實欸 這隻 這麼炫炮喔 這隻還會採果實欸 這麼炫炮喔 這麼炫炮喔 他看起來像什麼 你知道嗎 各位 這隻看起來像什麼 你知道嗎 你們有看到魔物獵人 裡面的角龍 有點像 看不出來 原來你吃素阿 阿 阿不然你長這個 牙齒是幹嘛的 還雞肉是哪裡來的 你這傢伙居然吃素 盾地之術 讓我盾盾 讓我盾盾 不給盾了 不給盾了 說好的盾地呢 盾你快點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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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盾了 該盾了 傷害夠喔 而且馬上被震暈 這些馬上被震暈阿 沒人跟你開玩笑 立馬被震暈 原來是果實產生者 幫你回復一下 繼續 Gas劍 這隻不能飛 那你要翅膀幹麻 我卡住了 飛的白石頭卡住了 右鍵 彈好遠喔 哇 這麼兇慘阿 破圖拉 笨狗兒 他也可以咬樹耶 滑沒體力了 然後這隻不能飛 設計有點奇怪 那個翅膀是假的 那翅膀是裝飾品 他已經退化到說 翅膀已經沒有功能了這樣子 好 把他帶回家 沒有錯拉 沒有錯拉 這就是我們之前抓到 之前想要抓的那一隻拉 然後其實上一集是可以抓的 我只是搞烏龍 誤以為他要放在物品欄裡面 是吧 對不對 我誤以為他要放在物品欄裡頭 其實他只是吃果實而已 解讀上的錯誤 好 都入手了 OK的 好吧 我們今天差不多先回到這裡結束 我們已經抓的夠多了 以及介紹我們這個新模組裡面的這個 遠古巨龜 不知道各位喜不喜歡 個人呢 是還蠻喜歡 那一隻 呃 我們那個很像牛 牛龍的那一隻阿 提型撞獸但不會飛 非常的獵奇 不是 不是獵奇 非常的奇特 非常的奇特 現在跟他搞在一起 我的天啊 真的是很麻煩 好吧 那麼今天影片下方先到這裡結束拉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左下角有個訂閱 右下角有個小塊 下方留言 我是老頭 我們下一集 方舟生存經話再見面了 掰掰